龙年一史,今日十一日是正月大年初二车公弹,新界 一局主席刘叶强案传统,率领沙田乡市委员会 表集众相声,早上到沙田车公庙为香港求林签 福,刘叶强最终为香港求的第十五签中签 签文曰,福,迟已入山林,未得知时那处寻,损了良才失确立 君留住戴春林,解约,家宅平吉,战并作福,婚姻不自身平安,求财未遂 刘叶强尝试多次,都有多余之签调出,再败后再做尝试 终得出一支签,为第十五,中签,这亦是他连续第七年求的中签 刘叶强建传期间指出,今年依然经济差,楼市股市向下 大家很期待政府出一些好的政策,让春天来临 不要费时间和资源,需要好招 例如相议局所建议的,是彻辣 始终现实市场已无嘲讽,应将回市场运 股市方面,大家都希望减硬花税,让多些股票上 他认为,香港创科为蓬勃发展前,房地产和金融 中都是经济支柱,不能放弃,如鼓楼不振,会导致 民消费力减弱 他期望日后多些外国出名运动 来港,演唱会等盛事也可多搞 刘叶强去年围乡 求的第十一签中签,与2011年及上个兔年父亲 刘黄发索的签一样 签文是微人微微不是微,只当这里有归 白灯曾起高黄阁,终被张两手就为 解约,凡事就,求财岁易,自身得运,婚姻不合 沙田乡市委员,主席莫锦贵今年则为沙田求得第五十千上签 文是,困胜离家岁月长,失群孤艳正思两 马牛步,终须疾,纵事无方却有方 解约,先男后裔,家宅安,自身平安,求财大吉 2023年车工零签第十一号中签求签 相议局主席刘叶强签文是,微人微微不是微,只 助力有珍规,白灯曾起高黄阁,终被张两手就为 约,凡事守旧,求财遂易,自身得运,婚姻不合 而13年,即2011年的兔年,刘叶强父亲,已故相议局主席刘皇 同样为香港求的第十一号中签,一时引为佳化 2022年车,零签第38号中签求签者,相议局主席刘叶强签文 人般高处求真果,我向低边时借将,魅傲不如去 造,莫叫不列成英豪,签文解约,凡事守旧,自身平 家宅兴旺,求财遂易,2021年车工零签第45号中签求签 相议局主席刘叶强签文为,下手需教义拙先,是 局面苦突然,机心立火非无事,使者能知火未然 文解约,凡事不合,自身平安,家宅小吉,求财不大 2020车工零签第92签中签求签者,相议局主席刘叶强 文为,人生何在逞英豪,天理人情只要功,天眼辉 书不漏,定然作福福来纵,解约,家宅平平,作福家 自身平安,婚姻成何,2019年车工零签第86号中签求签 相议局主席刘叶强签文为,石田为夜喜非常,话 将来未见乡,怎小田耕耘不得,那只秉食不冲肠 文解约,出入谨慎,家宅不及,自身平安,求财不遂 这,萧博喜兴岛申诉王推出全新项目区区有身 并增设我要赞取栏目,现成要市民投稿赞扬身 好人好事,共建更有爱社区 立即我要赞取星岛 调App今已推出最新版本,请立即更新,浏览更精彩 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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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